上海市药品监管局公安局等五部门近日是联合印发了上海市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 那么细则将会在9月1号起就要实行 而有行业的律师表示这将会加大对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对于医疗反腐形成长效机制 近期中国医疗反腐风暴席卷各地 据不安全统计截至8月初共有超过160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 涉案金额令人震惊 上海市卫健委等13部门表示将开展高职耗材专项检查 整治红包回扣专项检查以及医德医疯教育主题活动等三项行动 北京江苏广东等多省市也对医疗领域采取反腐行动 有行业律师表示此次反腐力度空前但医疗反腐难于其他行业 医药和医疗这个行业的比较特殊 因为它同时是治病救人 那在这些腐败的行为和治病救人的商业销售行为纠缠在一起 就导致对它的整顿是难于其他一些行业 律师指出医疗反腐的持续效果还需要常态化市场化的管理工具 不仅是给红灯也要亮绿灯 给到我们的行业指引者指引说什么样的讲科费是可以给的 想办法学术会议是可以开的 或者甚至给出更具体的指引 比方说新药上市两年三年之内 你学术会议是可以开到什么程度的 我们希望能够给到更多的这样的指引 以让这个行业能更有序地去从事自我合规 有业内人士认为 扭曲的医疗生态和医生价值体系 也是医疗行业腐败的深层原因 需要多管齐下才能实现行业长期良性发展 凤红卫视黄大量刘静张军上海报道